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高级词汇形容词的第四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也要讲 十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 YAMZO NA DA YAMZO NA DA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形容词 表示私文的意思 非常文静的私文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意思 私文文静 腼腆老实这样的意思 那么 YAMZO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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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非常的和蔼 非常的温柔这样的意思 那么老师呢 怎么样呢 经常受到老师的什么呢 キュヨムパッスミダ 我们说キュヨムパッタ 是表示受到 老师觉得很可爱 很爱惜他 那么韩女生说 サランガパッタ 表示受到爱 或者是什么呢 被人疼爱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キュヨウオ キュヨウオ キュヨプタ是个形容词 后面加这个イヨム 变成了一个名词 キュヨムパッスミダ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意思 表示私文的意思 那么它也可以表示一个秀气 秀气 清秀的一个意思 我们看第一个 글씨를养하게 썼다 썼다是洗 那么这个字呢 写得非常的秀气 写得非常的工整 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句话呢 색종이를养하게 우려다 那么 우려的剪 那么这个色彩 颜色这个纸呢 剪得非常的秀气 那么第三句话呢 クリム养하게クリダ クリム养クリダ 表示呢画画 这个画呢 画得非常的秀气 这样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指这个精巧 クニャンエパネルギスムシ 针线活的手艺呢 非常的精巧 做工作的非常的好 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呢 那么这三个意思里面呢 最常用的是 第一个意思 表示呢 斯文的意思啊 比如说他这个人 性格很斯文 ヤンゾナンアイ 非常斯文的孩子 这样说 嗯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单词呢 アダマダ アダマダ呢 表示呢 淡雅啊 淡雅 雅旦的意思 那么他表示 亚旦什么时候用呢 啊 这个东西呢 很小巧 啊 虽然不是很宏大 不是很华丽 不是很大 可是呢